接发球出界 李时锋赢了 李时锋夺冠了 2023年全英赛南单决赛 李时锋战胜十一期夺冠 这场比赛李时锋将世界冠军打到崩溃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首局比赛开局 两人比分来到3比3平 李时锋今天好像更多的时候 还是习惯性的给到十一期的头顶 这个车还给扩定 这个车就是 反应尊恐 对了 这样强热就是可以 对了 这样强热就是可以 李时锋抓住机构 往前的快攻 非常的远贯 反应真快 好球 知道你的一些习惯 打法 那就是看一些细节的一些变化 跟球入的变化 现在这个李时锋不再是单纯的回放 首先我的车推到后场 因为在每一战这个分战赛的比赛当中都会把这个总军赛的奖判拿出来 哦 好防 好球 挡杀球都往前对着 好球 这防守相当精彩 抓到 推的比较报备 抓到 推的比较报备 好 终于 就现在李时锋给他看一个 看一个小组 之前是一直都是很宽子嘛 8块抢地一起中 粉丝的数量还差100个人啊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 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出界球 李时锋率先拿到两个局 十一席又连续终合二分 20比20 20比20 快退底线 哇塞 进去 李时锋在拿一分 李时锋今天是越到关键分的时候 在进行不走面 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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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杀得手 再次追平 跳杀直线 是与其反超比分 拿到他的第一个局点 哦 没过 哈哈 哈哈 再来 哎呦 出界了 24比24分 战斗还在继续 确实 确实 挺外 哎呦 这球推得太好了 其实最后这几分都是十与其在追求这种高质量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 最后这几球 有点薄的感觉 嗯 超好 第二局 比分三比一 李时锋引进外分开车 李时锋的防守也是非常的 李时锋判断失误 李时锋 实与其终于回一分 挑战一下 暂时性的状态不好 但是还去追求这种出球质量 确实是 追的话就不太好追 对 我也不追求 太猛了 太猛了 十一比二 十五七的连续失误 让五十分 五十五分 进入局前休息 哇 他比分就是这么奇怪啊 对 就是反超 就是这个东西很难去把 但没办法 你作为运动员 你再抢了 没办法 你再靠自己 十五比三的比分 十一局确实现在形态已经非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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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发球出键了 李世锋赢了 第二局 以二十一比五的悬出比分拿下了第二局 大比分二比零拿下了比赛 夺得了全英赛男单的冠军 整场比赛 李世锋打得都非常的积极 将世界冠军打到崩溃 再次恭喜李世锋全英赛夺冠